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原本拍纪录片 所以我走到了很多地方 拍纪录片的过程当中 我们走到了山东 有一个个体户的老农民 他去救天人 他们把大片的土地 作为开伤用地 没有一寸的土地 让他们在野外出去 老白就是被他这个压子压住了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关心的就是 这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变化 可逆不可逆的 美丽收起来都很多 如果不到不可逆的范围 我们就麻烦了 这种大的工程的改造 上海药田 上海药地 这种都是切发一种生态意识的开放 这种造成的影响 可能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但是这个烂泥滩对调节 这个气候 对调节我们有毒 有害物质的分解 对阻止和耐露的演讲话 等等方面他不了解 他认为是烂泥滩 白一天降工厂 开房地产 可以卖多少一平方 这个思路一去那就是不可逆的 大天鹅鸡不择食 在海岸边的垃圾堆里找食物 很重 我的白毛很累 拿去 哈哈 对 好了 好了 主要这个维雨 这个维雨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保护 这个分泌落下它容易脱落 发生蓝尾 每一年就算下来就 每一年就算下来就 几针百分之十 相差量的百分之十 一单数 从南临手里怎么解 levels 一个绝对天花红 通过我的手 在原池原文里传给下一单 我只能关爱他每一只生命 但是我们只不要大罢人 我只能是奴隶地去做 聘着名去做 只要我还有一口条 我要进去再下去 各位知道吗 在云南跟四川边界 有个地方叫做卢孤湖 卢孤湖的这个湖上 我们在船上拍片子的时候 带着这些魔朔的姑娘 还有他们的阿夏男生 一起在湖上面对谈的时候 我们一样用了静心的方法 静下来 静下来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你去听这个四周围 结果一静完他们都哭了 因为他们没有发现 在他们的环境里面 山明水秀 有鸟的声音 有水的声音 有树木风吹的声音 他们才发现 他们生活在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 那些动物正在说是 可以说是 正在把他最美好的声音 做成一个交相乐 然后可以让我 跟他们近距离地去体会 好像我自己就 跟他们接触在一起 我就融入在了这个集体到中 非常感谢 然后因为有了你们 才会让我们来到自己的 这个生长过的这片孤土 然后拥有这么多不同的感受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他的珍贵 如果我们自己是在 在某种状态中 我们不会去体会的话 上天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就在我们的旁边 现在说外表的世界世界 世界可以说是五彩缤纷 让人有着想去的称重 但是缺少一种亲情 空气还有是人 都跟顾湖非常的不同 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话 接触的都是 内心非常纯洁的 这些自己的家乡人 所以的话不会觉得 有那么多的负担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 当你静下心来 去感受你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对于你自己 做一个最智慧的决定 你的世界将会变得不一样 你要清楚你在干什么 你要隐诺你自己 做你该做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有机会 去创造所谓新人类的文明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